点火成功 听到了吗 点火成功 好 我们的航拍机直接抓到了 盛光项老师 还在 我速度太快了 对 还在找位置 这像战斗机一样 战斗机一样 瞬间就 以下降之后进入平飞 而且渐渐拉了烟 照这个速度 它现在沿着 应该是沿着南湖的方向飞去吧 现在对 是 它是应该是从我们的80广场这里开始起飞 其实如果直线飞行的话 它速度可以更快 因为它是在 做一个环线的飞行 所以它必须要收着点速度 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盛光项正在高空 应该是在12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对 进行空中飞行 速度保持在200公里以上 目前没有速度表报给我们 我们不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少 但是根据估计的话 不会超过300公里 为什么后面的直升机在追它的时候 最高速度跟它220公里 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航拍机呢 对它来说也是难度比较大 还好 还好 尽量 再推上去 跟上了 现在是航拍的 贝尔407在追 盛光墙 我们从画面来看 应该在水面之上 这是南湖 这是东庭湖 东庭湖 对 这是东庭湖 哇 波光铃铁 它现在飞得很平稳 东庭湖 非常漂亮 没错 东庭湖是我们长江黄金水道上的重要节点之一 目前盛光墙的飞行自带很平稳 它就像一架胡销的战斗机 在越阳洞庭湖的上 它的头盔上非常清楚的标志 今天的飞翔地在越阳 它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南湖的上空了 南湖还连接着东庭湖 对 南湖是洞庭湖衍生出来的自然湖泊 对 现在应该已经是到我们的南湖广场的 南湖的上边了 南湖 我们看到风光也是非常的秀美的 很漂亮 南湖的水面面积达到了1200公起 它湖面中年是毕波荡漾 幽静洁的湖岸多湾 港湾曲折 刚刚我也说了有一个景点叫做 一龙赶九龟的地貌 现在是被列为了省自然风景保护区和国际龙洲赛的赛场 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到它已经表已经打出来了 它左边的应该是速度表 它现在在爬升 你注意到没有 没动 在这个姿态下 只要你加大油门 你就会爬升 往高楼飞 它的双腿和双脚处在一个吊犬状态 对 它的手和脚是完全可以控制飞行的姿态方向和速度 这是正面的飞行镜头 通过主观视角来看 对 它的油门是在它的手上面抓着的 在圣老师下面这个白色的表是它的高度表 对 我记得第一次试飞的时候 胜往墙是忘记了这个捡它的油门 一直把油门推到底 直接从 当时我记得是从一千米直接飞到了三千米 当时我们只是在下边看到一个小的黑点 一直在往天上冲 这是它一个实验速度吗 对 当时试飞的时候 它确实 我估计它也是过于兴奋了 完全忘记